蓝色的海豚岛 是美国作家斯戈特·奥泰尔写的一本儿童小说 1960年出版 它获得过国际儿童文学奖的两项最高荣誉 纽伯瑞奖和安图生奖 书中所说的蓝色海豚岛 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圣尼格拉斯岛 公元前2000年就有印第安人定居 白人在1602年发现了这个岛 据记载一名印第安女性在1835年至1853年间 曾独自居住在这个岛上 此书就是以此为灵感写成的 这本书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蓝色的海豚岛形状像一只侧躺的海豚 一个叫卡拉斯阿特的印第安人村子 就在这个岛上 12岁的女孩卡拉纳和家人 就生活在这个村落里 她的父亲是头人 她有一个姐姐乌拉帕 一个弟弟拉末 母亲早已去世 一天俄罗斯人奥罗夫船长带着阿留申人 来到海豚岛捕海塔 与村里的人说好 临走时分一半的收获给村里 卡拉纳的父亲允许他们将吉仰运到岛上 暗影扎寨 捕获海塔的工作结束后 阿留申船拒绝留下一半的海塔皮 拿出一箱珠子交换 而卡拉纳的父亲想要铁标枪头 冲突起 村里的42个男人只剩下了15个 其中包括7个老年人 卡拉纳的父亲也在这场冲突中死去 新的头人科姆基也是一个老年人 他知道部落的人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 在他的记忆里 东方有一个国家 有一天他独自划着船离开了海豚岛 向东去寻找他记忆中的国家 以便他剩下的族人能有一个安全的容身之所 为了对抗每年都可能来的阿留申人 心头人带领部落的人做好准备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现船来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来的不是阿留申人 而是一艘白人的船 白人说是他们的头人科姆基 拜托他们来接自己部落的人的 部落的人都上了船 卡拉纳到处寻找自己的弟弟拉莫 有人告诉他拉莫已经上了船 等船开动时 卡拉纳没有找到自己的弟弟 这时他发现了在岛上奔跑的弟弟 原来是弟弟回去拿自己的东西 回来时船已开动 卡拉纳祈求船艇无果 依然跳下船回到了弟弟身边 岛上只剩下了卡拉纳和弟弟 有一天 弟弟独自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卡拉纳后来找到了拉莫的尸体 他是被一群野狗咬死的 为了防止野狗的袭击 也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到来的阿留申人 卡拉纳烧毁了村庄 搬到了高地的一块岩石上去住 他决定自己做武器来保护自己 冬天过去了 春天过去了 没有人来岛上 卡拉纳一直想离开岛 他划着部落留下来的独木船 划向大海 但后来船开始漏水 他又极力划回了岛屿 从此他决定留下来 他考察新家的地址 建房子 用舌舌鱼做灯 他还想捕猎攻海象 用他的牙齿做镖枪头 但不小心脚受了伤 两只攻海象打架 他的捕猎没有成功 卡拉纳去打水的时候 被野狗包围 他设法回到海边 发现打架的老海象已死 于是用他的牙做了镖枪头 卡拉纳一直想给弟弟报仇 杀伤了野狗的头领 把他拖回家给他疗伤 取名朗图 从此朗图跟卡拉纳形影不离 朗图还与野狗群的新头领决战 取得了胜利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卡拉纳养鸟给自己做裙子捕捉大章鱼 还发现了一个大山洞 里面有很多塑像 还有一具骷髅 卡拉纳知道那一定是他的祖先 一天 阿流生船又来了 卡拉纳带着狼图进了山洞 很多天他一直躲在山洞里 给自己用如此的羽毛做裙子 一次 在洞口 他被一个阿流生姑娘发现了 那姑娘没有喊叫 只是告诉卡拉纳 朗图曾经是他的狗 卡拉纳被吓到了 迅速转移了自己的东西 后来 他发现阿流生姑娘 给自己在洞口留下了一条项链 有好多天的时间 卡拉纳和阿流生姑娘成了朋友 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流 卡拉纳很快乐 但后来 阿流生人捕捉海塔的工作结束了 阿流生姑娘也走了 卡拉纳救了一只受伤的小海塔 把她养大 还救了一只小海鸥 后来 卡拉纳遇到了自己曾经养大的小海塔 她已经成了母亲 卡拉纳的爱犬朗图死了 她设法抓到了野狗群中朗图的儿子 地震发生了 整个岛屿在大海的愤怒中风雨飘摇 地震过后的某一天 一艘船来到岛上 有人下来呼唤 等卡拉纳穿戴整齐地来到海边时 船已经离开了 两年后 又有白人的船来了 这次 卡拉纳带着她的狗上了船 永远离开了她的海豚岛 后来 从一个神父那里 卡拉纳得知 她姐姐所乘坐的船 在一次暴风雨中沉默了 蓝色的海豚岛 原文只有四万零五百个词左右 一成中文也不到九万个字 但却极其震撼地带着她的读者 见证了一个族群 由充满生机到消亡的过程 这个过程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 总是生生不息地重复上演 跨度从千年到百年不等 但在这个小岛上 这个过程浓缩在了一瞬间 然而 这不是本书的主题 它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 在这个惨烈的背景下 小姑娘卡拉纳的坚强 智慧 勇敢 善良 成了她自己世界的阳光 命运想用黑暗 将她窒息在这个孤岛上 她却自己燃烧 成了太阳 将黑暗远远地驱逐开去 我们人类的好品质 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 都不缺失 因为是女孩 她的父亲从未教给过她 如何制造武器 如何打猎 但她都自己从头摸索 成功地制造出了 她所需要的一切工具 展现了一个智慧的生命 是如何处立在天地之间的 她的岛上并不是解决了吃穿就可以生存的 那里有很多游荡的野狗 时刻威胁她的生命 他们甚至杀死了她的弟弟 但她没有退缩 而是精心准备 主动出击 被弟弟报仇 同时她还要时刻提防外来的敌人 阿柳申人 很难想象 没有内心的强大 一个人 一个女孩子 如何能生活在 时时刻刻的危险之中 然而 这些都不是最令人震撼的 真正令人震撼的是卡拉娜的善良 随时的危险 与生存的惨烈 一点都没有泯灭她的善良 相反 她在种种困境里 永远选择善良 在为弟弟报仇 战胜了野狗头领后 她选择了救她一命 给她取名朗图 他们不是主仆的关系 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卡拉娜从不勉强 朗图去她不愿去的地方 卡拉娜救助海塔 救助海鸥 当阿柳申姑娘发现了她 她面临着极大的生死变数 但她最终没有把手中的标枪 致想阿柳申姑娘 如果说在鲁宾逊漂流记中 我们看到了人生存的毅力的话 那在蓝色的海豚岛中 我们看到的就不止于此了 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更温暖的东西 这本书语言简洁清晰 代入感极强 虽然讲的是异族的故事 但从开始 我们就与故事的背景与人物 没有任何隔阂感 渐渐地就感觉自己生活在了这个岛上 共同经历着快乐 愤怒 恐惧与勇气 当最后一张里 船渐渐驶离 蓝色的海豚岛渐渐远去 我们也会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 这本书还给了我们特别生动丰富的知识 比如如何捕鲁鱼 如何用海里漂来的沥青涂抹毒木舟 如何用舍舍鱼做灯 如何制作武器 如何用鲁死的羽毛做裙子 以及如何猎捕大章鱼 最后 合上这本蓝色的海豚岛 我们一定会感觉到 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卡拉纳的背影 还有很多更深远的东西 比如一个部落 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 今天的海豚岛 也就是圣尼格拉斯岛 在本书完成的时候 是美国海军的一个秘密基地 根据科学家的语言 因为自然条件的影响 它总有一天会沉入大海